咪代表的全責之一 其實是監督政府 那監督政府 我們表現出來的狀況就是質詢 其實質詢是一個武器 我覺得質詢啊 大家現在如果有看國會頻道 或者是其他議會的轉播 可以看得出來 每一個議員 每一個委員質詢的風格 其實是差很多的 像很多人就是一上台 就用大聲取勝 你也不知道他在大聲什麼 大聲就贏嗎 氣勢壓過人這樣就對了 但是其實現在大家看久了 也不會覺得你大聲氣勢就壓過人 反而就覺得 呵呵又來了 你看那個狀況就是 那在直播的時候 其實連後面的議事人員 可能都在偷笑 所以說啊 他一上台就這樣 這就是他的套路 那也有人呢 就是啪啦啪啦啪啦 自己一直講 不給人家回答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就是怕 他回答以後 就拖他的稿了 對 他就沒有辦法再講下去了 那也有人就是專門問一些 現在連學策 都已經不考的問答題 因為你知道我們邦交國有幾國嗎 你知道上一次的斷交時間是什麼嗎 你問這個幹嘛 再Google一下不是就好了嗎 所以我覺得你剛剛說到說 怎麼要讓官員尊敬你 願意把你質詢的題目當一回事 那就是你要展現 你認識的政策 比他更熟悉 你的政策熟悉度 一旦比他更熟悉 能夠理解這個政策的起因脈絡 達到的目的 現在的狀況 講到這個部分 比他還要熟悉 那他當然怕你啊 在這種狀況下 哪裡會有什麼反質詢的問題 官員跟你賠不適都來不及了 他敢什麼反質詢 所以問題就是 質詢就是我們的擂台 他也是要靠技巧 靠反應啊 所以你純粹只靠力氣的 然後反而是禁止人家 用技巧性的回應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我覺得 這次國會擴權之所以 讓人家討厭就是 你變成是要設一個 讓對手不能夠反擊的擂台 然後你說 這樣才是我們要的 那大家當然指引 你們這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心態 你是不是程度不夠 水準不夠 所以才要創造這樣的舞台 是